老头惊恐地逃到天台并死死关上钢门 因为身后有可怕的东西正在步步紧逼 眼看钢门就要支撑不住 绝望的老头只能选择继续逃跑 看到下方有个吊篮 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转头却发现一个人形怪物正死死地盯着他 吓得他一个没抓稳掉下去当场去世 可即便成为了尸体怪物依旧不肯放 因为他的目标正是捕食人类 而这种可怕的怪物竟然是出自人类自己的杰作 原来在三年以前 一种可怕的病毒席卷了纽约 病毒以蟑螂为载体 迅速在人群密集的城市中传播开来 免疫力低下的儿童成为了最大的受害群体 一旦被感染基本不可能活命 即使侥幸捡回一条命也将会终生落下残疾 直至目前没有任何解药或者疫苗 幸好在病毒进一步扩散之前 身为昆虫学博士的苏珊经过不懈的努力 利用白蚁和蟑螂的DNA 制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物种犹大 这种生物能够分泌一种特殊的毒素 在吸引蟑螂的同时还能将它们彻底杀死 很快随着病毒载体的灭亡 可怕的病毒也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而苏珊和他的丈夫彼得也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英雄 可没想到三年以后 另一场更加可怕的灾难却在城市中悄然发生 牧师的消失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在教堂的地下室里 警长老贾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线索 一坨粘在天花板上的奥利品 究竟是什么生物能把这玩意拉在天花板上 就连生物学专家彼得也是闻所未闻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吧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 里面竟然还夹杂着一颗纽扣 两人的调查就此陷入僵局 而苏珊这边却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东西 一只外表酷似蟑螂的巨型昆虫 这只从未见过的物种是两个熊孩子卖给他的 虽然还只是一只幼虫 但却拥有极强的攻击性 更让苏珊在意的是他身体里的分泌物 因为他的DNA竟然和三年前苏珊制造的新物种 尤大完全吻合 难不成是尤大进化出来的产物 然而这根本就不可能 要知道为了避免尤大泛滥成灾 当初苏珊在制造时就改变了他的基因 导致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半年 而且还不能繁衍后代 现在他们应该早就灭亡了才对 更不可能发生进化 可就在苏珊百思不得其解释 却浑然不知一个人形身影 已经悄悄来到了实验室 接着灯光突然熄灭 等到苏珊反应过来 桌子上的尤大已经消失不见 回到家的苏珊立刻将此事告诉了丈夫 彼得听后也是一脸震惊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两人在地铁站找到了当初 将尤大卖给他们的两个熊孩子 还拿出一张照片 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上面的虫乱 可两人并没有看见什么虫乱 只是带他们来到了发现昆虫的房间外 用两块半将这两个熊孩子打发走后 苏珊和彼得便进入了房间内部 这里的味道非常上头 看样子已经荒废了很久 但经过一番寻找 两人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也没有找到尤大的踪影 直到苏珊不小心弄掉柜子里的手穿 这才发现柜子下竟然别有洞天 为了测试下方的深度 苏珊捡起地上的珠子又丢了进去 彼得更是趴在地上用手电筒往里面找 殊不知危险已经近在眼前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彼得的手电筒又不小心掉了下去 他拼命用手去拿也无济于事 身材较小的苏珊健壮只好亲自出马 可距离拿到手电筒还是只差一点 却不知道距离死亡也只有一步之遥 千军一发之际 地铁保安推开了房门 因为两人没有许可证擅自闯入房间 保安将他们赶了出来 而拿到好处的两个熊孩子 却再次进入了地铁隧道 他们相信找到照片上的重篮 肯定会换到更多的钱 殊不知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作死之旅 来到更深处的杂物间 爆压不小心踩到了一滩恶心的年夜 两人顺着年夜流出来的方向抬头看去 一个类似虫卵的物体赫然出现 翻开外面的杂物一看 竟然跟照片上的虫卵一模一样 爆压兴奋地掏出小刀走过去轻轻一敲 里面明显传来了虫子如动的声音 看样子值不少钱 可就在爆压准备用小刀将虫卵打包带走时 旁边却突然传来一阵小动 两人起身一看 发现前方出现一个诡异的人形身影 怀中还抱着一条刚死不久的流浪狗 两人顿时被吓得面色铁青 包压在后退时还不慎被地上的铁丝缠住 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 就在熊孩子愈害的第二天 一家污水处理厂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一台过滤器突然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当工人进行疏通的时候 却捞出了一具未知生物的尸体 收到消息的苏珊很快带着闺蜜赶到现场 工人说他们这里经常捞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但这玩意还是第一次遇见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龙虾 但又与龙虾有着明显的区别 就连见多识广的苏珊也没见过这种生物 她本想打电话将这件事情告诉彼得 可刚拿到许可证的彼得 此时已经带着警长老甲和地铁保安 进入了地铁隧道调查 由于这里信号太差 两人根本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 挂掉电话的三人继续往里面深入 而苏珊只能委托闺蜜先将尸体 送到更专业的实验室进行化验 她则来到地铁站等彼得几人出来 很快实验室这边就有了结果 这具尸体虽然残缺不堪 但里面的内脏却非常完整 锋利的爪子代表着它非常具有攻击性 这种生物显然不是基因突变 而是经过高度进化的顶级掠视者 因此博士推测他们很可能不止一致 此时彼得三人还在继续往里面深入 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在危险之中 突然一股恶臭扑灭而来 保安抬头一看 天花板上竟然全是奥利给 如此巨大的奥利给看来这种生物并不简单 而且数量也绝对惊人 然而可惜的是除了这些奥利给 三人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彼得准备无功而返时 一只犹大突然出现在保安的身旁 好不容易找到一只犹大 却又被保安一脚踩死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虽然两人没有受伤 但却被困在了下面 保安只好叫老贾赶紧出去搬救兵 他们两个留在这里等待救援 救人心切的老贾没有多想就出发了 可走着走着就发觉不对劲 因为隧道里四通八达 没有保安带路的他发现自己迷路了 这时前方出现一扇铁门 老贾以为是出口 不料打开后却发现里面全是重卵 有重卵的地方也就预示着危险 果不其然下一秒他就听到身后有一响 虽然没看清楚水帘后的东西 但却隐约感觉到了危险 利用周围的杂物垫在脚下 老贾成功推开了树井上的网格 但想要爬上去也并不容易 看到地上的电线 他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拼命去抓 结果却脚底一滑没站稳再次掉了回去 声音顿时引起了怪物的注意 呲吼声让老贾顿感不妙 直接使出浑身解数纵身一跃 稳稳地抓住树井边缘 可他刚抓住那根救命稻草 可怕的怪物也同时扑来 与此同时还在地铁站等待三人出来的苏珊 正在仔细观察那具不明生物尸体的照片 当他将两张照片拼接在一起 却拼出了一张可怕的人脸 突然地铁驶入车站 把全神贯注的苏珊吓了一跳 然而回过神来之后 却发现车站里已经空无一人 就在这时对面墙上突然映射出一个奇怪人影 他壮的胆子缓缓靠近 想要目睹一下对方的真容 结果走近以后才发觉不对劲 转身想要逃跑已经晚了 等到苏珊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怪物的餐厅 不远处还有一只怪物正在用餐 地上全是人类的随身物品 还有无数具被怪物啃食后的尸体 苏珊随手拔出一根铁棍用来防身 然后顺着光亮的地方捏手捏脚地走去 虽然此刻的苏珊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但为了活下去又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 终于走到亮光发出的地方 抬头一看竟然是一个巨大的竖景 上面还有无数匆匆过往的行员 可无论苏珊怎样撕心裂肺地求救 嘈杂的环境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反而又不幸惊扰了附近的怪物 听到嘶吼声的苏珊立刻警惕起来 举起手中的铁棍随时准备攻击 在怪物突然出现的那一刻 她果断拼尽全力将铁棍刺了过去 没想到这一下竟然成功伤到了怪物 苏珊趁机赶紧开溜 虽然不小心在前面摔了一跤 但却幸运地发现一个井盖 可她刚躲进下水道 那只怪物就追了过来了 苏珊再次捡回一条命 看着怪物已经离开 她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这里伸手不见五指 绝望的苏珊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蹲坐在原地静静等待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外面突然传来响动 苏珊缓缓抬头看去 发现有人点燃了打火机 仔细一看竟然还是一个熟悉的面孔 原来老头是个邪将 经常带着傻儿子在附近的地铁站摆摊 可今天傻儿子却跟他走散了 邪将怀疑他走进了地铁隧道 于是就误打误撞地找到了这里 但仅凭一个人想要救人也并非一时 在寻找工具的过程中 他意外遇见了同样等待救援的彼得和保安 从邪将口中得知情况后 三人赶紧来到现场 但让彼得没想到邪将口中的女人 竟然是自己的妻子 可就在他们合力准备用皮带 将苏珊救上来之时 保安却不小心把荧光棒踢了下去 发出的声音成功把一只怪物引起上来 关键时刻彼得及时抓住苏珊的手 将它拉了上去 几人立刻把腿就跑 后面的彼得还不忘随手关上井盖 可没想到一瞬间就被怪物冲破 面对穷追不舍的怪物 一行人只能躲进前面的废弃地铁 却不料在关门的那一刻 那只怪物也飞扑了过来 彼得死死顶住车厢门不敢松手 唯一拥有武器的保安也疯狂输出 吃痛的怪物拼命挣扎 却硬生生将自己的身体一分为二 但怪物的生命力极其顽强 即使半截身体掉进车厢也生龙活 一瞬间就躲进了货架底部没了踪影 所有人都被这恐怖的生物吓得精神紧绷 为了确定对方是否断气 保安和彼得小心翼翼地靠近查看 清理掉外面的杂物后 两人发现了一动不动的怪物 等彼得反复确认怪物已经死亡 保安这才放下武器松了一口气 不料下一秒 怪物突然诈尸用力气急的保安 吃痛的保安直接清空干净 终于将怪物彻底杀死 简单地给保安处理好伤口后 几人开始研究这只可怕的怪物 将对方的身体翻过来 苏珊发现他竟然进化出了肺 要知道昆虫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器官 而相同的分泌物也足以证明 怪物就是他们三年前制造的优打 没想到短短三年的时间 就进化成了这个样子 之所以迟迟没有被发现 是因为他们会模仿人类的模样 苏珊将两根爪子合在一起 就是一张完整的人脸 怪物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隐藏在人群中从而捕杀人类 得知这玩意是苏珊和彼得的杰作 保安和鞋将顿时怒火中烧 认为他们两个就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巨大的争吵声充斥着整个车厢 成功把更多的怪物引过来 他们将车厢团团围住 并用强有力的爪子疯狂袭击 导致整个车厢都摇晃不止 这时苏珊突然意识到 可能是保安流出的血液 才让怪物如此暴躁 她顿时心生一计 立刻取出怪物尸体上的内脏 将分泌物涂抹在保安的伤口处 其他人也迅速行动起来 开始用内脏均匀地涂抹在车窗上 没想到片刻之后 外面的怪物果然停止了攻击 并离开了这里 但继续躲在车厢里也不是办法 保安通过查看隧道的平面图 发现这条废弃的隧道可以直达外面 要是能想办法将地铁启动 他们就可以直接开着地铁逃出去 保安表示这趟地铁虽然废弃了很久 但只要通上电就能正常启动 经过商议他们决定让彼得和鞋匠分头行动 为了掩盖身上的气味 他们出发之前在身上涂满了怪物的粘液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两人胆战心惊地开始了行动 鞋匠负责去打开轨道开关 彼得则去将断掉的电线接上 在一处狭小的通道内 彼得顺利找到了断掉的电线 可就在他用力拉的时候 一只怪物突然出现在旁边 不过他似乎并没有发现彼得 看来是身上的粘液起到了作用 彼得就这样与死神插肩而过 满头大汗的他赶紧从兜里掏出一坨内脏进行补装 然后经过一番操作顺利接上了电线 结果他又发现开关处的保险丝也是坏的 彼得只好用金丝眼镜代替保险丝卡在连接处 最后拉下开关总算成功接通了电源 现在只要鞋匠把轨道开关打开 地铁就能成功启动 可在寻找开关的过程中 鞋匠却意外找到了失踪的傻儿子 面对父亲的呼喊 傻儿子不为所动 看样子是被吓坏了 此时鞋匠急得满头大汗 他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抹布去擦 殊不知身上的粘液已经慢慢失去作用 一只怪物也已经来到了身后 剑鞋匠迟迟没有按照行动打开开关 保安猜想他一定出事了 于是苏珊只能将粘液涂在身上 冒险前去一探究竟 结果只看到保安掉在地上的手电筒 就在这时他也看到了躲在暗处的南海 两人在返回的途中还遇见了彼得 但同时几只怪物也发现了他们 站在门口堵住了必经之路 保安看到这一幕 毅然决然地走下了地铁 他知道自己伤势太重已经无法逃走 于是故意发出声音吸引怪物的注意 决定给三人争取逃走的机会 保安的牺牲让三人得以逃脱 还顺利找到一个可以逃出去的吊满 但傻儿子终究是傻儿子 看到父亲被杀都没有哭的 他在此刻突然放声大哭了起来 果不其然下一秒一只怪物从天而降 这只怪物竟然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雄性牛大 虽然没有飞行能力 但却更加凶残 此刻的彼得也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赶紧关上栅栏拉扯绳子将两人送了上去 在怪物追上来之前 他迅速爬进一个逼着的通道 一边拼命地往前爬一边关上铁栅栏 直到关上最后一扇钢门 这才勉强挡住追来的怪物 可彼得刚松一口气 就发现地上全是黏糊糊的黏液 转身一看才知道 这里竟然是怪物的老巢 头顶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怪物 如此多的数量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与此同时外面的怪物又开始撞门 惊慌之下彼得看到了泄露的瓦斯 他缓缓拿出打火机 产生了一个消灭所有怪物的计划 随后彼得拿起一把消防府拼命地砸向口道 等到气体充满整个仓库 他果断拿出打火机准备与怪物们同归于尽 结果关键时刻打火机却怎么都打不着 下一秒一只怪物破门而入将它打倒 手中的打火机也掉在了地上 同时头顶的怪物也纷纷开始苏醒 一瞬间将彼得团团围住 绝境之下的彼得想要再次尝试 却不小心把火机弄进了水里 眼看怪物越来越多 彼得只能拿起消防府用力砸向地上的网 剧烈的爆炸席卷了整个地下隧道 下得地面上的人们顿时惊慌失措 好不容易从吊篮中逃出的苏珊两人也受到了波及 当苏珊从地上爬起来时 却惊恐地发现那只雄性怪物并没有死 并且还盯上了不远处的南海 情急之下的苏珊只能划破手掌 利用血腥味吸引怪物的注意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轰鸣声 一辆列车正缓缓驶来 苏珊瞬间就有了杀死怪物的计划 怪物直接被列车压成了碎片 两人也回到地面成功获救 警察和消防员很快控制了现场 可苏珊却迟迟没有看到彼得的身影 就在她以为彼得已经死亡时 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缓缓从地铁站里走得出来 原来在爆炸之前 彼得及时跳水捡回一条命 夫妻俩再次阻止了一场 足以毁灭城市的灾难